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再開啟鈴鐺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我們再來關注一下內房 在中央連環舊市強勢推出517新證後 富瑞走訪內地發現一些發展商和銀行傾不定 新盤首期又可以低於15%甚至全面 但基於現狀他們認為內地的樓價仍然不樂觀 預計要再跌超過30%才能見底 富瑞中國經濟學家陳朱瑾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他們行體淡樓價基於三個假設 第一樓價持續上升的預期斷纜 第二是中國人民銀行有意將10年的國債知息率維持在2.3%左右 第三是租金下滑 他們的報告提到如果樓價處於升軌 民眾不介意逃出更高首期 不介意支付較高利息去買樓 民眾的槓桿和樓價正相關 換言之買磚頭的誘因是在於升值的希望 但看回現時的情況 他相信民眾不再預期樓價升值一個很大機率的事 原因是包括人口結構 他說一波移民或者可以勉強支撐起香港或者新加坡的樓價 但內地樓市的體量龐大很多 要撐起樓價的需求自然不可以和香港新加坡比 而為何會著眼於國債知息率呢 他說主要是因為他加上信貸成本日價 理論上合理的租金回報是2厘米 但4月份百大城市的平均租值只有2.22厘米 但這個差距依要令樓價下跌20% 正常情況下更應該高於按息即現時3厘米 他估計內地債息短期內可維持穩定 但一兩年內將會下行 況且日本在2000年去到2020年的租金回報大概處於4至10厘米 就算這樣對樓價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問題是租金回報率也受到租金本身的影響 首先就是經濟增長 百姓收入的上升與否有關 但他認為以現時製造業很強 但內需無法支撐 中國企業能否像以前日本企業一樣風魔全球 而另一個不確定性 就是現在內地政府希望樓市好像新加坡那樣 大部分是保障性住房 小部分是商品房的模式 這樣恐怕會拖垮租金 現時就是欠當局相關中長期規劃的詳情 還有一件事 如果保障性住房和發展商急著散貨的商品房差不多 那麼這些商品房的價格 豈不是要跟住保障房走? 一線城市如果推行保障房主導模式 除了豪宅可以保值之外 其餘一般住宅恐怕會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 而講到由地方政府來接庫存 那天鄭州早在幾年前率先透過旗下的鄭州城市發展集團買庫存 賦稅疏理這一線城市經驗後 對地方政府去庫存的執行和托使成效持保留態度 鄭州政府早已提出 在2021至2025年由鄭州城發收購當地20萬個單位 截至上去22日鄭州城發已用338億 買入10萬6千個單位 有62%改作人財房 但無阻鄭州樓價繼續下跌 去年新盤銷售量較2020年相比雕斬一半 就算經營較為瀋神的鄭州最大民營發展上 政商實業仍然要債務為約 因為鄭州城發收購回來的單位 租金較市價低了三至四成以上 既然質素和配套都和一般屋苑差不多 市場突如其來殺出一批保障住貨 拖低了全市的租金回報 更加跡身全國最低之列 聽起來有點悲觀 當市場失了信心 政府每一個舊市政策都會衍生另一個風險 但看回香港也是 例如林鄭帕、波叔帕的本意是為了舊市 但就衍生了一批負資產出來 當負資產一多就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消費 當市面消費一躍 又會衍生各種各種的問題 到時樓價又是繼續下跌 另外講到本地消費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歐安兒 在今日出席香港零售峰會時表示 過去端午節假期對本港零售業沒有特別推動作用 近日遊客及本地市場的零售表現極不理想 形容是水深火熱 本地市場因港人不想及外遊情況持續 生意對比去年錄得雙位數跌幅 他又發現近期很多旅客來香港都沒有帶行李箔 認為目前內地旅客來香港主要是觀光而並非購物 好聽點叫深度油、體驗油、難聽點叫窮油 另外今日一個全新盤開售 就是上海商業銀行發展委堅尼地城的吉節 由美聯獨家發售78伙架單單位以及3伙招標 在大約3時半未正式選樓前 就有兩個大單位成功標出 套現5600萬 赤價都去到3萬3萬日 我就不太明白買家怎麼想 去到6點半鐘就說賣出44伙 佔今日可供出售單位54% 另外錄到5組大手客 當中有個大手客用了3千萬買入兩間兩房 相信已經去到尾聲 整體來說都算合價 因為首批單位截實均價21380元 如果以西環新盤現樓來說 赤價不算是貴 但推第二張價單28伙 就好像失心風一樣加了15% 照這樣看除了兩間高價招標之外 另外那42伙 應該就是首批價單那些比較便宜的赤價 今次算是賣得和和妥妥 但未來還有130件貨尾 究竟怎樣賣才是關鍵 另外昨天才講到學生縮委 今天就有公佈了 宏安旗下位新蒲江的共居公寓項目 命名日新社啟德 已經正式開始照做 戶型由一人房到四人房 總共有720個單位 提供1450個宿位 單位面積由230呎到480呎 主打兩人房 入諸條件是現職大專院校的學生或教職員 或者由大專院校畢業兩年來的人士 宿位租約在一年 租約按一年或半年 繳庫 如果一次過繳庫一年的租金 可以獲得95折的優惠 扣除優惠之後 最便宜是三人房 宿位月租是5800元 而兩人房是6900元 四人房是7300元 除此之外 業主還會提供很多公共空間 例如自修室、康樂室、運動室、 還有籃球場 雲安預計第一批住戶將會到8月16日入住 預計有八成租客內地生 現在考慮與本港大專院校合作 正處於黑談中的階段 將心比心如果我是內地生的話 我都寧願租這些 我都不會去租私人住宅 起碼有一班大家差不多年紀的年輕人 可以一起聯誼交流 而且這些應該有執訪服務 好過你拿著七八千元去住劏房 而在開發商的層面 他們也有好處 因為一般商業的地積比率高於住宅 變相搞這類學生宿舍的成本 是遠遠低於私人住宅 如果這些項目遍地開發 私人住宅的租金都會被扯下來 如果現在買層樓 有一個特定對象 打算租給大陸的學生 那你就小心返艇 另外昨天有一宗報道 曾經創下天價的香港銅鑼灣離原山道 地下商年舖 叼空三個月後獲成租 租金低建於12萬百 交十二年前高峰期 租金230萬 下錯超過94% 舖位是里原山道23至25日 總共建築免績1430呎 鄰近羅素街 正正對面就是輕臣廣場 由這兩個舖位可以看到 本港零售的興稅 在2008年前 這兩個舖位是分開獨立造出 但由於自由行帶動零售急速增長 化妝品店卓越 在2008年 將這兩個舖位打通 以每個月58萬成租 之後奢侈品牌 積極於銅鑼灣一線 街鋪及周圍搶舖開分店 令到原本只是二線 里原山道租金快速飆升 在2012年獲得浪琴標的天價成租 月租一下子暴增到230萬 而浪琴標在這個位已經租了很多年 雖然曾經在2020年中 因為疫情停業一年 但一直未退租 到2021年還重開 租到今年的2月 宣布結業遷出 業主以每個20萬放租 最終以12萬8千元 由手機配件譜 手機仔成租 租金較12年前的高位 足足跌了217萬2 跌幅達94.4% 再來跟進一一二手 涉案幹 第一間為日出康城的馬里布 2A座極高層市室 454尺 賣了648萬 車價達14,200 業主以2018年 賣了830萬 次貨6年 賬免蝕了182萬 相等於22% 第二間是屯木的寶儀花園 一座低層B室 415尺 有裝修 賣了386萬 車價達到9,300 業主以2021年 用了494萬 賣入 次貨3年 賬免蝕了108萬 相等於21.8% 第三間是馬安山的錦龍院 龍星角D座高層050 554尺 海景 賣了567萬 補了地價 車價達到10,200 業主於2020年5月 以650萬 買入 次貨4年 將免蝕了82萬 相等於13% 第四間是大圍炮裝一旗 3B座高層D室 327尺 賣了732萬 車價達到22,400 業主於2021年 用了810萬 賣入 次貨3年 將免蝕了77萬 相等於9.5% 第五間是沙田好運中心 D2座中層至室 427尺 河景 賣了555萬 車價達到12,900 業主於2018年 用了683萬 次貨6年 將免蝕了128萬 相等於18.7% 第六間是上水的麗翠花園 五座低層L室 427尺 賣了313萬 車價達到7,300 業主於2018年 用了420萬 賣入 次貨6年 將免蝕了107萬 相等於25% 第七間是新地屯門 納米樓 浴海灣一座中層M室 305尺 賣了430萬 車價達到14,000 業主於2021年 用了635萬 賣入 次貨3年 將免蝕了205萬 相等於32% 我相信這個業主 一手買入 當時收了新地 不少現金回賬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 留言 LIKE 和SHARE 待會開啟鐘 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